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古记热欧 浙江强拆教会十字架的行动 已经从温州蔓延到台州 台州温岭市内最大的城关教堂的十字架 7月25日遭到强拆 几天来 数百名信徒连夜守护教堂 约有100人被当局抓捕 据统计 今年以来 浙江已经有超过13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 原因全都是违建 甚至连一些官方教堂也不能幸免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 北京市民刘岳因为发布 声援郑州十君子的微博 在被传唤24个小时之后 星期五被刑事拘留 据称罪名是寻性滋事 另外 郑州六四攻击案北部的余世文 现在已经病重住院 据悉 余世文的姐姐24号前往看守所时 看到余世文的回调签单上 写有住院 有病等字样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的AH5017航班 确认已经坠毁 机上116人全部罹难 这是一星期之内第三架坠落的飞机 法国总统奥朗德25日发表电视讲话时说 坠机的原因或许是天气恶劣 但也还没有排除恐怖袭击的因素 据了解 飞机失联前 飞行员曾经表示遇到了暴风雨 要求改变航线 目前飞机上的黑匣子已经找到 广州市宗志办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委协调 招聘了11名维族青年到广州做城市管理协管员 据报道 近年来广州的维族人口不断上升 由于语言上的障碍 他们和执法部门有时会产生矛盾纠纷 11名维族青年将被安排在维族群众聚居的地区就职 他们的岗位分布在城管 派出所 街道办等部门 签订合同的时间为一年到两年不等 新疆河境县宫乃斯镇阿尔仙村的众多村民 7月21号到镇政府外举牌 抗议当地开发旅游景点 破坏了温泉及生态环境 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开发商委托对该项目进行环境评估的 北京中资华语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联系人张辉 则对记者说 据介绍 古乃斯乡位于新疆河京县西北天山中段林区 面积2277平方公里 其中草原面积8.29万公顷 森林面积7.9万顷 其中蒙古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99% 全乡牧民人均收入仅为1000多元 是经济基础薄弱的纯牧业乡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古济柔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